古今宗爱千万年,寄予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欢迎收听4月3日的《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Erika 有阵时我们受伤或身体出现了毛病的时候,医生会安排我们照X光,超性波或磁力共振 这些检查,大家可能会听过或曾经做过,但对这些仪器认识有多少? 而负责这些机器的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工作范畴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超过20年临床经验的放射学专科医生Dr. Weldon Liu,接受访问 Hello,Dr. Liu,你好 大家好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放射学,就会联想到放射治疗,即是俗称的电疗 是治疗癌症的其中一种方法,原来这么想是不对的 Dr. Liu,究竟什么是放射学呢? 放射学,英文是radiology 如果从字面的解作,就是有关辐射和X光的一门学问 由1895年11月8日,X光被发现开始 最初只是涉及到有辐射的医学检测 慢慢随着没有复射的检测,例如超声波、磁力共证的推出 放射学所包含的就越来越多了 而医学影像medical imaging 就逐渐成为一个较为合适和受欢迎的名称 大家可能在医院会看到一些部门的水牌 有分一个diagnostic imaging 诊断医学影像 和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介入医学影像的分别 以上所提到放射学或者医学影像的 其实和放射肿瘤学 radiation oncology 或者电疗都是截然不同的 Dotaniwa,你是放射学专科医生 那你的工作范畴 和放射肿瘤学专科医生有什么分别呢? 放射肿瘤学的专科医生 英文radiation oncologist 他们是专用辐射为部分的癌症病人电疗的 而我们放射学专科医生radiologist 就是擅长用所有的有辐射 又或者没有辐射的医学影像 可以为各种的病人 作出很多不同的诊断 亦都可以提议或者帮助家庭医生 或者其他的专科医生 为病人进行一些影像跟进 影像导引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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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帮我们做检查 负责操作儀器的人 就是放射学专科医生? 不是 他们不是医生 他们是技师 包括了什么? 包括有放射技师 英文就是radiation technologist 或者radiographer 有超声波的技师 还有磁力共振技师 MR technologist 留意 不要叫他做technician 是technologist 才对的 他们的责任 就是主要协助我们 放射学专科医生 指示和帮助不同的病人 安全地用各种的仪器 去取得有些有用的医学影像 这些影像交由我们 放射学专科医生去分析和诊断之后 最后将报告转交给大家的家庭医生 或者专科医生去跟进 明白 那一般放射学专科医生 可以作出的诊断包括什么呢? 可以诊断的例子 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 包括中风 脑出血 各种身体上的炎症 例如最近说的肺炎 大家腹部的盲腸炎等等 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大小 不同粒数的胆石 腎石 也可以诊断 由头盖骨到脚尾 所有的各种骨折 在脊椎方面 可以诊断到有椎间盘突出 英文的discarnation 也可以检查和孕婦有关的各种情况 包括了宫外孕 atopic pregnancy 甚至双胞胎甚至三胞胎等等 对于血管方面 动物静默的检测 都是很有帮助的 到最后 当然 对所有的良性和恶性的肿瘤 检测都是非常重要的 多特利华 你刚才说过 放射学专科医生 除了会用医学影像 去帮不同类型的病人 作出诊断之外 亦都会利用医学影像仪器 去帮病人做治疗 那么你们治疗的范围 又会包括些什么呢 較为简单或者常见的治疗例子 就包括 为因细菌感染而形成的脓肿 作一些道管引流 英文是abcess drainage 又或者为一些发炎的关节 注射药物 joint injection 至于一些难度较高的治疗例子 包括维生体有些流血不止的部位 又或者为女性子宫肌肉肿瘤 或者utrine fibroids 作一些人工的血管生失 embolization procedure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曾提过三种大家比较熟悉的医学影像仪器 包括X-ray 超声波和磁力共振 除了这三种医学影像仪器之外 还会有哪些其他种类呢 和X-ray有关系的就是透视造影 phoroscopy 先进一点的电脑断层掃描CT scan 和很多时是女性有关的乳房造影 mammography 和一大堆是和核子医学造影有关的nuclear medicine 这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例子 不如由我们经常听到的X-ray讲起来 X-ray的原理是什么呢 X-ray其实是一种短波长 高频率高能量的电磁辐射 它可以穿透不同密度的物质 我之前也见过X-ray的影片 看下去只有两颗色 不是黑就是白 我知道骨是白色 究竟如何单凡两颜色 判断那个部位有没有问题 由于人体的各种器官和骨落 其实有不同的密度 X-ray我们将它投射和穿透 人体某部位之后 可以造成黑白灰深浅不同的影像的颜色 你说得对 骨头是白色 而空气是黑色 但是黑色和白色之间 其实还有很多深浅不一的灰色 英文我们所谓的Gray scale 嗯 那哪些身体部位是比较常用到X光检查的呢 我想大家听众 可能都会做过一个空肺的X光造影 英文是Chest X-ray 那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大家会不会有肺炎 心臟会不会大了 又或者当胸口痛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气空Numophorus的情况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另一个大的范围就是 可以为大家的骨落和关节去照X光 比如我们冬天很多时候 路面很滑 一不小心就会跌倒 那大家的前臂或者手腕 就有机会骨折 那X-ray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第一个测试 很多老人家 他可能有一些退化性的关节炎 比如膝头膏啊肩膀等等 都是用X-ray去检查 先是较为合适的 那至于第三个例子 可能大家听众未必会知道 我们其实在这个磁力共振之前 有时候当知道病人 以前曾经有那些职业 或者一些创伤的问题 是有机会有些金属碎片 遗留在眼球附近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照着一个 Orbit X-ray 确定它是没有一些金属碎片 在眼球附近 才会被那个人进入磁力共振室里面 哦不是吧 Dr. Liu 以我所知 照X-ray 身体上是不能有任何金属物件的 为什么反而可以利用X-ray 去找眼球附近的金属碎片呢 Erika 你可能和磁力共振MRI 有了混淆了 因为体内如果有金属物件的人 其实可以很安全地照X-ray 甚至在玩一些硬币的时候 不小心吞了一个硬币 那我们就会照X-ray 看看究竟是否在它的食道 或者在胃或者在腸里面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 如果一个人的体外 有些金属物件 可能有戒指或者手压 如果有的话 就应该除了才去照X-ray 因为如果不准做的话 那个戒指就有机会 遮挡了大家的无名指 骨落那部分 对于那个检测 就不够彻底了 哦 除了要移除体外的金属物件之外 做X-ray之前 还有什么需要准备或者留意的呢 大家应该要留心 那个放射技师的所有的指示 比如照空废的X-ray 造影的话 那个技师会教大家 什么时候要吸一大口气 接着要忍住 不要呼出来 这个呼吸的指示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那个技师会帮大家 有时候会照两个不同角度的影片 有时候甚至三个角度的 但是最基本上都是正面和側面 那大家就要听了一个技师的指示 那另外要提到就是说 始终这X光是有辐射 虽然辐射量比较低 但是我们都会想用一些圆片 或者圆围困的Led Apron 它帮大家减少 可能会接受到所谓的散射 辐射 是 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回来继续有 医学新世代 古今中外千万年 寄予人类生存的意念 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 医学新世代 欢迎收听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 我是节目主持人Erika 今天的嘉宾是放射学专科医生 Dr. Weldon Liu 会和我们讲放射学检测的基本常识 Dr. Liu 你之前说医学影像检测用到的仪器 有些是有辐射 有些是没有辐射的 那除了X光是会有极少量辐射之外 还有哪些常用的仪器会大有辐射呢 电脑断层掃描CT scan 我们用中文解释的就是说 可以用多尺缘的X光 穿透身体不同的密度的组织之后 将收集到的资料 经由电脑重组成多种 断层又或者立体影像 通常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用到CT scan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我们或者分开人体的部位 我们的头部很多时候就会因为 大家怀疑中风 又或者有些意外交通意外 或者跌倒的时候 有些创伤的时候 就要肯定究竟脑有没有出血了 至于面部和颈部 很多时候就会因为 淋巴腺肿胀 又或者有些細菌感染 怕形成了一些膿肿 而去照CT 再来一点 去到我们的肺部 最近这两年 就很多时候讲起 新冠肺炎 不是说我们用CT 去诊断新冠肺炎 而是说 肺炎都可以有很多病发症 那我们CT 就是最好的工具 又或者 我们有很多时候 会用低剂量 low dose的CT 帮一些曾经长期吸引很多烟的人 去筛查一些早期的肺肿瘤 都是CT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再看一下 腹部就是我们的环甲膜下面 很多时候大家会留意到有盲腸炎 其实胰臟炎的pancreas 都可以诊断到的 而腹部有很多些腸 如果腸胃阻塞 其实大家会痛 肚痛 去洗手间 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 都是可以用CT去诊断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那个输尿管 刚才我们讲过 有胆石 腎石 那些腎石 其实在腎里面 反而那个问题不是那么大 但是它的腎石 一出到输尿管的时候 就有机会塞住输尿管 那腎反而就会肿胀 那CT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工具 去诊断这个东西 以下这个例子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原来CT可以做一些所谓 仿真大腸内窥镜 英文Virtual Colonoscopy 好像大家要去准备照大腸 或者照位那样 不过今次是纯粹 我们是用CT就可以做到类似的检测 另外有各种的肿瘤 或者癌症的扩散的检测 都是很重要的 所谓的Cancer staging 癌症分歧 那CT scan可以照 基本上全身体 由头至脚至尾都可以照到 那当然最常建议照 就是脑 颈 肺部 和腹部 那另一个大范围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 所有移了位的骨折 或者关节脱掉 那CT呢 都是我们骨科的外科 手术医生很喜欢用的 因为我们CT 除了给到很多不同的切面的影像之外 还可以为他们做一些立体的影像 那对于那个外科医生去计划 需不需要用一些金属片 或者怎么样去帮大家定位 那个计划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另一个大范围 就是我们可以用CT 帮大家去检测那些血管 无论是动物 静脈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的颈部 其实有四条很重要的血管 在脑上 那CT angiogram 就是其中一个 可以帮大家很准确的检测 究竟那些血管 有没有窄到 有没有直接闭息 等等 嗯 而且很多部位的检测 都可以用到CT scan 那CT scan的优点 是什么呢 我会觉得 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所谓的spatial resolution 那个高的空间解像度 这个是比其他X-ray 或者MRI 磁力共振等等 是它的强行 另外就是它很准确的提供多切面的断层 和立体影像 那些骨头的医生很喜欢 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立体的影像 所以这些都是CT scan的优点 那用在治疗那方面 又帮不帮到手呢 非常之重要的 之前我们说过 那些盲腸炎 有什么細菌感染之后 可能就会形成一些 ABSESS的浓腫 那就是靠CT scan 很准确地 给了我们一些位置 那些大小等等 就可以我们放射专科医生去计划 如何去施行那些 導管引流 ABSESS drainage 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既然CT scan的精准度那么高 照得那么清楚 那为什么不可以全面 取代所有的X光检查呢 找得很好 Erika 我想最主要的答案 是CT的幅射量 比X ray高很多 所以有的比较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先用X ray 简单的去细查 发觉真的有需要 才会用高剂量的CT scan去检查 另外就是 有些情况 我们按照CT 就是需要用一些 显影剂的contrast agent 任何也都有利有弊 contrast agent 就是可以帮我们 那些 腹部的那些 固体的器官 例如肝 胰狀 皮狀等等 有较好的检查 但是呢 对于那个显影剂 有部分的人 是会有过敏反应的 那过敏反应包括什么 那些是可能 照完之后 打了显影剂 便会觉得 臉很痕 或者身体有些红肿 甚至呼吸有困难 那这个不是经常看到 不过是有可能 而对另外一些病人 包括有糖尿病的人 和本身有肾病的人 显影剂 都可能会较明显的 减低他们的肾功能 所以 照私知用显影剂 我们都要考虑到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哦 那在做CT scan之前 和在做X ray之前 需要留意的东西 有没有不同的呢 刚才我想说 显影剂 就是其中一个 較为重要的分别 那刚才说到 照肝 胰狀 皮狀等 需要用显影剂 那照一些血管 刚才所谓的CT angiogram 都是要用显影剂的 所以 当我们计划 究竟这个病人 需要做一些什么的 电脑断层检测的时候呢 我们要很详细地分析 哪些东西对他们有帮助 需要用显影剂 那对于一些 需要用显影剂的病人呢 我们就需要很小心地 看看 他以往 会不会曾经对那些显影剂 有过敏的反应的历史呢 如果有的话 我们先看看 可不可以今次 不用显影剂呢 如果不可以的话 其实我们通常会给三剂 口服的类固醇药 让病人呢 是13个小时 7个小时 和1个小时 照电脑转层窗前 去复食的 往往就可以减低 这些病人再重复 有对显影剂的过敏反应 而对于有糖尿病 或者肾病的人呢 和一般的长者 在安排做有显影剂的CT之前 我们都会要求病人才交出近期的 腎功能验血报告的 最后我想提到就是 有些检测 譬如刚才说 腹部的检测 又或者做virtual colonoscopy 就需要大家禁食了 可能至少六个小时不吃东西 亦都可能是需要 好像照腸的人 需要大腸的清洗的步骤 都是大家需要考虑到的 明白 又是时候要听一听广告 稍后继续有医学新世代 古今中外千万年 寄予人类生存的意念 發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 医学新世代 欢迎收听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 我是节目主持人Erika 今集的嘉宾是放射学专科医生Dr. Weldon Liu 会和我们说放射学检测的基本常识 Dr. Liu说 没有複射的医学影像仪器又有哪种种呢 主要就是超声波和磁力共振 超声波我们比较接触多些 不如就说超声波先 什么是超声波呢 超声波我们说低能量高频率的音波 再加上高科技的影像技术 去检视体内各种不同構造的部位和器官 另外Dr. Liu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做超声波检查之前 都需要在皮肤上摘一些gel 是否让它容易推开掃描器呢 其实用超声淫胶的所谓的gel 是增强我们超声波掃描器的transducer 和皮肤之间的接触 它减少空气可能引致到声波讯号干扰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比较适宜用到超声波做检查呢 因为超声波没有辐射 所以有三个情况大家应该立即想到 第一就是帮孕妇去检查 无论是初期中期或者产前的检查 都是用超声波最好的 另外就是女性的卵巢 或者男性的高院检查 都是因为超声波没有辐射 就应该最佳的选择 那第三个情况就是 帮婴儿、婴儿、婴儿、小孩子 去检查他们的脑部 又或者他们的宽关节 或者Pediatric Head 都是因为没有辐射 他们小时候可以利用超声波去检查 那你说在我们的腹部 很多时候都用超声波 有两个很大的范围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肝壮、胆囊和胆管的问题 都喜欢用超声波去检查 举例我们的华人 很多时候都是B型肝炎带菌者 无论他有没有吃到antiviral的医治 那个肝的专科医生 很多时候都喜欢说 每半年就用超声波 帮大家去检查一些早期肝的肿瘤 大家要留意 另外一个大的范围就是 在腹部的肾脏和膀胱的问题 无论是否是肾石 还是纯粹是肾功能有问题 都是可以用超声波 没有辐射去检查 都是非常有用的 其他方面有哪些部位可以用超声波 但是这条颈 很多时候跟甲状腺的肿瘤有关 超声波都是一些很有用的工具 另一个大范围就是 那些血管 无论是动物还是静物的检查 我们都叫做Doppler Ultrasound 刚才说到CT的时候 又说颈部有四条很重要的上脑的血管 其实用超声波Doppler 都可以作为一个早期的西查工具 另外 这几年开始兴起用超声波 而不需要一开始用磁力共振的检查 就是肌腱和印带的检查 什么是肌腱和印带 都可以用超声波做第一线检查 我知道用超声波做膀胱检查 是需要喝大量的水 无求令膀胱再满为止 那究竟饮水的作用是什么呢 要彻底检查膀胱的内壁 其实要尽量放多些液体在里面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其实我们照超声波有一个数字 就是想知道膀胱的容量 在排尿之前和之后的分别有多少 就给了我们一个百分比的百分比的 这个数字很重要 而第三个原因就是 有时候我们未必只是想检查膀胱 我们就用这个 装了水 装了尿液的膀胱 作为一个有用的窗口 我们英文叫acoustic window 检查什么呢 它检查附近的器官 例如女性的子宫 就在膀胱的后面 所以以上的三个原因 都是为何要放多些水 或者尿液在膀胱里面 哦 对于一些喝不了那么多水 又或者是腎功能比较弱的人 可以怎么做呢 问得很好 的确有些病人 特别是住院里面的病人 不可以喝东西 不可以吃东西 那怎么可以喝水呢 那这类的病人 我们可以选择 由他们的静脈 打一些盐水或者葡萄糖水 等它由血液到经过肾臓 去输尿管 接着去膀胱 又或者有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一个 道管 通常叫做folic catheter 直接把液体打进去膀胱里面 这两个方法都是我们的医生是知道的 嗯 除了做膀胱检查之前 需要喝水之外 其他超声波检查 还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呢 嗯 我们刚才说过 有胆石神石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检测 胆囊和一般的腹部的检查 就需要大家禁食六个小时 即是说如果大家早上是九点钟的 去检查 大家可能晚上睡觉 上床之后 起床之后就不要吃早餐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的胆囊 平时就帮你保住那些胆汁 你如果吃了早餐才来医院的话 那胆囊就会擠那些胆汁出来 胆囊就会縮小 变到我们不能够去彻底检查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另外就是说 那个苦科检查 去照个子宫 卵巢等等 都好像刚才说 照那个膀胱的时候 希望大家一个钟头 或者半个钟头之前 就已经用了大量的液体 不一定是水的 有时候可能是果汁 湯等等都可以 至少有500毫升 还有大家要忍住 不要排尿 就是刚才说过 用膀胱 要做一个有用的窗口 一个acoustic window 好了 说到女性的子宫 卵巢的检查 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膀胱的 window 不够好 我们反而就会 先排尿 然后呢 就会提议 放入一个消毒了 长长地形 有保护套 包住一个transducer 进去女性的阴道里面 作为一个transvaginal的检查 往往 这些检查的 医学影像的质素 是比起 在腹部皮肤上面那些 是很多的 男性呢 我们有一个前列腺 英文是prostate 如果要检测前列腺 我们往往就会提议 用一个很长型消毒了的 保护套 包住的transducer 就经过肛门 摆入我们男性的直腸那里 帮大家做一个transrectal 的prostate ultrasound 这些都是很特别的例子 那超声波除了没有辐射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优点呢 超声波其实呢 是很有效可以分辨出 究竟是一些囊肿的水流 英文所谓sist 还是一些固体的肿瘤 solid tumor 举例呢 我们很多时候 在铝腺的乳房 又或者一些肝状 又或者我们的甲状腺 都很多时候 需要分开究竟是sist 还是solid tumor 这方面 超声波就有一定的优势 好了暂时先休息一休息 广告回来 继续有Dr.Welden Liu 和大家说方式学检测的基本常识 古今中外千万年 寄与人类生存的意念 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 医学新世代 欢迎收听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 我是节目主持人Erika 今天的嘉宾是放射学专科医生Dr.Welden Liu 除了超声波之外 磁力共振都是属于无辐射的影像检测仪器 我知道磁力共振是一个很大 圆筒型的机器 病人就要静静地分享到 然后就好像被推入了隧道 那样 机器会包住病人 发出嗡嗡声 磁力共振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 磁力共振MRI主要是用强力磁场 和无线电波的射频密充 短暂地去改变人体各种器官 和软性组织含有的氢原子 Hydrogen Atoms的排列方向 原子核 Atomic Nucleus 就会释放出不同的能量 和电磁波的讯号 再用电脑分析讯号之后 重组成多角度的医学影像 磁力共振很多时都会用在癌症诊断方面 包括辨别肿瘤 是否已出现扩散的迹象 又或者协助医生去规划病人的治疗方案 例如好像手术或放射治疗 磁力共振除了用在癌症诊断之外 还会对哪些人体部位 又或者疾病发挥最好的检测作用 其实有四大范围 磁力共振都是非常有用的 第一就是关于人体的浓部 磁力共振可以很准确地去诊断中风 血栓的问题 动物流的aneurism 和有很多其他的vascular malformation 都可以诊断到的 第二个范围就是关于脊椎 脊水神经等等 除了看到神经线之外 我们可以诊断到椎间盘突出 disk herniation 第三个范围较为广阔 运动员的肌肉 肌腱 肌腱 印带等等 和普通人的骨落 和关节的软性组织 软骨 半月管 肌腱 半月管 其实我自己几年之前 都是打篮球的时候 膝头哥的前十字印带 就撕裂 都是靠磁力共振去诊断 接着做了手术 好了 第四个大范围 就是肿瘤 Eric 刚才你看过 恶性肿瘤 矿散的问题 但其实人体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良性肿瘤 例如肝肌 有些所谓 Emmendioma 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例子都是良性的 腎上腺 有些所谓 Adrenal adenoma 的良性肿瘤 最初我们第一次 都说过 其实良性的子宫 有些叫做 Utrine Fibroid 都是良性的子宫肌肉肿瘤 所以 无论是良性 还是恶性肿瘤 我们都可以用磁力共振 作为一个非常 很准确的診断工具 那磁力共振 即是MRI 去检查之前和之后 有什么需要留意 或者准备呢 嗯 磁力共振 其实因为他们 很强力的磁场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有很多事情 都需要留意 刚才提过 就是说 大家体内体外 究竟有没有金属物件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哪些有所谓 铁磁性的金属物件 其实没有铁磁性的金属物件 是没有大问题的 我们大家要 要筛查一些 有所谓 Pheromagnetic 血磁性的金属物件 才会不让大家 进入磁力共振室里面 又举例 如果以前大家的脑部 曾经有些动物磁 一些磁磁 是有止血的 那个磁磁 磁磁 也是不可以进去 也都是我们第一节目的时候 说过 如果大家眼球附近 其实有些残留了 金属碎片 亦是因为怕碎片会动 或者会 会生起来 会热 会伤害到眼球 就不会让大家进去 至于带着有 心脏起薄器 pacemaker的病人 特别很多年前 放进去的 旧式型号 因为怕会受到 强力磁场影响 运作 所以一般都不会 批准病人 去做磁力共振演测 除非是近年新设计的 特别著名是MR Conditional 那些型号 就可能可以 不过 为了要小心谨慎一点 我们依然会需要多方面去求证 包括会要求心脏专科医生 为病人提供正式的书面声明 好了 讲到金属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这两年我们大家戴的口罩 其实都可以有金属 举例 我们戴有时候 令到那个鼻梁那里 可以贴伏得好些 有些口罩的型号 是有一条铁线在那里 是 所以这个是金属 也有些口罩 是写到明 可以帮大家有消毒的作用 它那个表面 是有些antimicrobial 其实是一些metallic particles 所以这些 其实都是一些有金属的东西 在那里 之前怎样知道 在美国有个新闻就说了 有个病人 只是照了大概20分钟的 磁力共振的测试 出来的时候 就发觉 他的面部 就是跟他戴口罩的形状一模一样 就有些灼烈的情况 所以我们去医院 磁力共振 一定要听话 我们会给一个另外 另外我们提供的口罩 就是没有铁线 没有antimicrobial 大家一定要换掉才对的 好了 换一换另一个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磁力共振 你刚才说得很好 一开机的时候 会有一些声音的 是 其实是很大声的 好像有个人拿着一条铁棒 去打敲打 那样 所以这些声音 其实很大声 有机会影响到大家的听觉 所以 我们通常会给一对耳塞 让你放进耳窿里面 又或者有一些 我知道会提供一些 headset 大家盖着耳朵 都是想保护大家的听觉 另一个范围我想提到就是 因为有少部分的人 有些所谓叫做 幽闭恐惧症 英文是 Claustrophobia 可能他坐车会很害怕 那当他来到这个磁力共振 那个好像tunnel 一个隧道那样的时候 如果他整个身体进去 他就会很紧张 那我跟这些病人说 就是说 其实你也可以试一下 不过呢 你就应该和你的主诊医生 就拿出一些舌底 可以放松的药 你躺在的时候 放一粒舌底 可能往往就是令你放松了 所以就可以整个检查都去完成 不过 我们也有见过一些病人 利底把放松的药 都是不足够 结果他们就要去一些特别的医院 有一些所谓叫做 Open Magnet 就是他们的磁力共振机 就不是全部封密了 就是有些地方是可以打开了 令到这些优弊恐惧症的病人 就没那么害怕 嗯 好了 另一个范围又想讲一下 孕苦 刚才我们说了 超声波是最好的 因为没有辐射 而且磁力共振都是没有辐射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是特别提起它呢 一来 就是因为磁力共振很多时候 照得比较久一点 你的孕苦未必想躺在这里 睡那么久的时间 另外就是说 对于 在头十二十三个星期的第一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其实有部分科学家都没有很肯定 这么强力的磁场 对于发展中的胚胎在第一个星期 会不会有些潜在的影响呢 所以往往呢 我们就会和人父的病人 视乎他照磁力共振的原因 会和他说 会不会想等多两三个星期 等到至少去到第二个trimester 才能磁力共振 本来的医学新世代 我是节目主持人Erika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 放射学专科医生Dr. Weldon Liu 来和我们说放射学检测的基本常识 Dr. Liu说 刚才我们说那么多种医学影像检测 其实有没有年龄限制呢 其实病人越来越小 对含有辐射的各种检测就越来越小心 另外就知道就是说 女性的预防造影mammogram 我们一般都不会为三十岁以下的人安排 安省我们Ontario有很好的 Ontario breast screening program 还有安省的乳癌西茶计划 他为了一些高危人士 因为那些基因又突变 知道了他们生乳癌的机会是高的 就是由三十岁开始 而一般普通不是高危的女性 就是五十岁才开始 虽然最近有建议 后者是否应该由四十岁开始呢 所以你问到年纪 似乎mammogram 就是最贴切的一个问题 那在做乳房造影检查之前 或者之后 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第一个要提到就是说 大家准备去医院照 或者医院照 mammogram的时候 洗完澡 换个一件干净的衣服就好了 就千万不要用止汗剂或者香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那些影像 发觉有用止汗剂的病人 就是很多一粒粒很细微的白色的物体 那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令到我们 会误以为一些微概化物 是我们有些乳癌的特征 所以就千万不要用 另外要提到就是 就是无论是不是新冠疫苗 那大家打完疫苗之后 很多时候 咳嗣底的淋花是有可能肿胀 是一些很自然的现象来的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大家要是照了mammogram 才去打疫苗 要是打完疫苗之后 等四至六个星期 大家咳嗣底的淋花是没有再长大了 是回复正常的大小了 才去照了mammogram 好了 第三点我想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如果照完mammogram几天之后 收到医院或者clinic的通知 说要再回去照多些影像 其实不需要太害怕的 通常我们是因为在mammogram那里 看到有些不清楚 或者不肯定的地方 想帮大家用超声波 或者放大的mammogram影像 又或者tomogram影像 去检查清楚一点 所以大家只需要放松心情 准时地去照这些附加的影像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如果你之前是用止汗剂的话 就一定要记住今次不要再用了 嗯 那对于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人 你们又如何处理呢 我想你说的是一些可能用walkers 或者坐在轮椅的病人 其实我们医院提供很多的安排 都是方便这类的病人 所以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至于你说轮椅或者walkers 因为有金属 会不会他不能带着他进去 譬如磁力共振 很有强力磁场的室 那当然这个到时我们就会有特别的安排 总之就是我们有专人 也有特别的仪器 是帮助大家去移动的 另外说到就是有部分的人 譬如包括孕婦 可能不能够睡在自己的背部很长时间 又或者一个人他可能脊椎有些问题 令到他不能躺平 那我们就会照某些医学影像的时候 就可以叫病人打側睡 而用我们那些电脑的仪器 就可以製造依然是有用的影像 再加一些不同的切面或者立体去帮助我们 所以以上说的那两件事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嗯 嗯 最后 Dr. Liu 你对收音机旁边的听众 有什么忠告或者建议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大家要知道 早期的肿瘤西茶 screening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提到包括有mammogram 乳房造影 包括有肺部或肿瘤 因为以前吸烟很多很长时间的人 还有对B型肝炎带菌者 在肝方面要每半年就照超声波去西茶肝的肿瘤等等 所有screening test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知道其实是够期去照的话 千万不要延迟了 只要我们照完一个影像 当我们的报告和大家的家庭医生 或者专科医生有提议 要再跟进一些follow up的imaging 又或者甚至乎要大家去做一个影像 导引活检的imageguided biopsy的时候 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 不需要太紧张 不过on the other hand 就是应该尽快去安排 这样才对的 在我们这个新冠疫情有成两年多的时间 大家都已经学会 就是说要把握时机 尽快安排之前 因为新冠疫情被延期的各种医学检测才对的 到最后我都想鼓励大家听众 如果未打疫苗未打第三针等等 都应该尽快为自己为家人为社区 去接种新冠疫苗才对的 好了 话今快就来到节目的尾声 Dr. Liu 我知道你之前也拍了一些教学影片 放在YouTube那里和大家分享 如果听众想再多点了解放射学 可以去到YouTube那里搜寻 多谢Dr. Liu 你今天接受Erica的访问 多谢 多谢你的邀请 下星期日2点至3点 由Erica何家宁主持的医学新世代 拜拜 拜拜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